台湾高铁自从2007年通车之后 已经大幅改变民众长途移动的模式 促使高铁无法服务的县市 也希望能够增设车站或是延伸 终于在2019年 交通部宣布高铁延伸到宜兰 同时取代增值了30年 还没办法定案的北夷支铁计划 没想到不止过去反对支铁派持续抗议 质疑高铁延伸的交易可能还比支铁差 更引发宜兰内部对于车站未至的风暴 台湾环岛铁路网在1991年 随着南回县的通车而完成 过没几年纵贯西部的高铁动工 让台北高雄正式成为一日生活圈 但是对多山而且人口稀疏的东部来说 高铁需要的高路线标准 以及庞大的营运经费 都并不是容易达成的条件 所以交通部希望以改良台铁路线 跟服务水准的方式 让台铁在东部干线的行驶速度 可以尽可能的提高到时速160公里 并且喊出西部高铁东部快铁的口号 最开始的目标是希望借由北夷支铁的工程 让台北到花莲的旅行时间 可以从2小时45分缩短到2个小时内 但是在雪山隧道历经多次工程意外后 北翠水库集水区的议题逐渐被关注 使得北夷支铁路线越来越弯 工程效益越来越低 到2020年正式破局 改用高铁延伸到宜兰的方式来取代 也正是因为旅客搭乘高铁到宜兰之后 可能还会转车 继续前往花莲、台东 所以高铁宜兰站舍弃过去西部的模式 改设置在台铁沿线为目标 从四城、宜兰、宪政中心跟罗东四个点位进行评估 而在此同时 宜兰跟罗东的台铁高架化也正在进行规划 目前为在宜兰车站旁 负责车辆检修的宜兰机物分段 需要配合迁移 考量到北宜之铁计划俱销 宜兰成为东部快铁的起点 迁移的地点就决定在高架化端点的郊西乡四城 增设四城车辆基地 至于高铁延伸宜兰之后 也规划在宜兰设置车辆基地 如果车站设置在四城或宜兰的话 会跟快铁共用四城的空间 如果车站设置在县正中心的话 那基地有可能会放在四城 或者是蓝阳西的北岸 但是车站设置在罗东的话 则没有释出要把基地放在哪边的消息 就这点来说 很有可能罗东方案 最开始就不被铁道局看中 但是这样 重蓝阳西北 轻蓝阳西南的规划方向 其实也并不是没有道理 虽然就人口来说 西南的罗东 东山 苏澳 五节 三星等等乡镇 合计有22.2万 高于西北宜兰 头城 礁西 撞为 圆山的21.4万 如果再把地理上 交偏西南的大同跟南澳加进来 总数的23.5万 比西北高出10% 而且因为历史上 西南曾经有发达的林木产业 造就罗东成为商业中心 宜兰成为文教跟政治中心的发展 对外地人来说 也容易有罗东比宜兰热闹的印象 不过在2006年雪山隧道通车之后 礁西凭借着温泉区以及临近台北的优势 吸引大量观光客 饭店跟旅馆的房间数量成长67% 在2009年高宫局的调查里面 由西部到宜兰的旅客 只有8.8%的目的地是礁西而已 等到2021年铁道局的报告 数字已经成长到19% 整个西北也从45%攀升到62% 为了减少乘客搭乘高铁到宜兰后 还需要折返往北的状况 罗东方案可能一开始就不被弃中 而其他几个候选方案 宪政中心因为位居西北跟西南核心的中央 获得宜兰县政府的支持 宜兰方案获得民进党宜兰党团的支持 甚至一度传出交通部也属意设置在宜兰 不过原定在2021年4月公布的车站选址 一路延宕到8月才终于宣布以最北边 而且过去几乎不被看好的 郊西四成作为优选方案 结果马上引起郊西乡以外的各方势力反弹 时任行政院长的苏贞昌 在院会上直接否决 出身宜兰东山的立法院长游席坤更公开表态 四成方案的缺点最多 要求交通部多多了解地方的实际需求在下决定 所以为什么四成能够杀出重围呢? 大概还是跟过去 高铁设站一定要配合土地开发的思维脱离不了关系 现在的四成除了火车站前面的台九线沿线有聚落之外 剩下的几乎都是散落的平方 可以作为特定区开发的面积就有477公顷 而宜兰方案因为市区已经发展 只剩下后站退幅会12.7公顷的土地可以利用而已 宪政中心方案虽然也有340公顷的土地可以划进特定区 但是在路线规划上 却需要先沿着台铁轨道穿越宜兰市区 会需要拆迁约51栋房子 而且还会出现过宜兰而不设站的状况 另外因为宜兰跟罗东的台铁高架化已经规划完成 准备送到环保署进行环平审查 不管是把高铁站设置在宜兰或是县镇中心 都会影响到台铁高架化的工程 而且宜兰市区空间不足 高铁必须要叠在台铁月台上方 才有办法达成车站共购的目标 铁道局主张高度32公尺的车站会严重冲击到都市的景观 不过在市区 早已经有66公尺高的有碍百货大楼 景观冲击的说法似乎有点诡诀 总之台铁高架化应该也是很关键的考量点 纵使在内部评估里面 预估运量、周边人口、平均年外时间、土地征收面积、开发效益等等方面 四成方案都分别输给宜兰或宪政中心 但是因为路线长度跟行驶时间最短 1650亿元的建设总经费是最便宜的 比于宜兰的1764亿元 宪政中心的1880亿元 罗东的2090亿元 而且还不会影响到宜兰跟罗东的台铁高架化工程 使得交通部改变过去的立场 认定四成是最好的方案 然而在地方反弹加上行政院长跟立法院长都不看好之下 交通部马上改口说还没做成决议 并且加上宜兰站南策跟宪政中心南策两个新方案 宜兰县长林兹庙则表态说新的方案距离宪政中心不到2公里 都算是广义的宪政中心方案 可以同时兼顾到西北跟西南的发展 其他政治人物也多半支持或者至少持不反对的立场 最后在2022年1月 交通部拍板确定以宪政中心南策 当作高铁宜兰站的设站位置 而这个跟宪政中心方案只距离500公尺不到的宪政中心南策方案 到底有什么差别呢? 最大的关键大概还是路线 原先的宪政中心方案需要沿着台铁轨道穿越宜兰市区 当中有3公里的路段必须要跟台铁采用上下层共购的方式兴建 但是往南移动之后就有比较多的空间 可以在绕过宪兰市区之后再弯到台铁旁边设置车站 虽然说评估可能拆迁的建物有93栋 比原本宪政中心案的51栋还高 不过完全不会影响到宪兰跟罗中的台铁高架化工程 在2022年1月正式送进环保署准备进行环品审查 不过也有不少声音质疑现在往来宪兰跟台北的客运乘车时间不过一个小时而已 虽然搭乘高铁到南港只要19分钟到台北29分钟 但是如果再把宪兰各地到高铁站的时间合计进去 总时间恐怕远超过客运的一小时 而且12条路线还分别停靠宪兰跟台北的不同站点 班次甚至密集到每5到10分钟就可以发出一班车 相比之下高铁的吸引力就低了很多 再来是客运的票价大致落在120元上下 如果高铁依照现行公式计算的话 台北到宪兰可能就要300元 这当中还没计算各乡镇到高铁宪兰站的费用 而且会不会因为穿越雪山山脉的隧道工程难度过高 通车后以其他名义加收票价也都还是未知数 另外一个挑战则是当初把高铁延伸宜兰 是为了取代北夷直铁的计划 也就是说往来花莲台东的乘客 可能才是这项工程的主要服务对象 但是现在就已经有普庸马号 泰鲁格号自强号等等列车 可以在不需要转程的情况下 直接从西部各大城镇往返花莲台东 未来会有多少人选择在宪兰转程 可能也是非常大的挑战 然而目前往返花莲台东的最大问题 可能还是来自于买不到票 甚至有不少人宁可加入660俱乐部 也就是给台铁加收50%总计660元的票价 也要挤上不提供占票的火车上 而这个现象可以说是过去台北铁路地下化的工程造成的 由于不断的把吊车场迁到郊外 使得早期以台北作为分界点的东西部干线列车 重叠区间越拉越长 造成列车没办法轻易的增加班次 路线利用率最高的细止到7度已经达到99% 但是东部干线的列车也不可能只开到7度而已 所以说高铁延伸到宜兰已经是台北铁路地下化的另一个解套方式 把台北到南港没有充分利用的高铁运输能量释放出来 来舒缓台铁目前的瓶颈 而且现行台北到宜兰的自强号票价就已经需要218元 如果票价差异不大 又可以减少一半的乘车时间 往来花莲台东的乘客 在环境跟时间等等条件不错的状况下 说不定也会愿意在宜兰多转车一次 而且高铁还可以用更快的速度联络到西部 原先在台北转乘台铁高铁的乘客 可能也会选择多搭一站到宜兰 再加上过去北宜直铁计划也经常遭到质疑 列车以南港作为始发车站 要到台北的乘客还要多转乘一次并不实际 而台北地下化路段的拥塞状况 可能也不允许直铁列车进入台北 未来高铁延伸宜兰 列车势必会继续开往西部其他车站 也等于直接解决这个难题 当高铁已经大幅改变西部民众的移动模式 你觉得这样的经验有可能复制到宜兰吗? 又真的有办法解决东部干线一票难求的问题吗? 对于争吵了一年多的高铁宜兰站 这几个站点你觉得哪个比较好? 欢迎分享在留言区 也别忘记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并且把影片分享出去 那我们就下次见啰 掰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